川普用iPhone谈正式中共间谍窃听,纽约时报24日引述现任与前任官员说法报道,中共的间谍经常窃听美国总统川普用资源手机与朋友谈话的内容,并以这些内容判断如何与川普交涉,以及影响川普政府的政策。 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说法,指出中共推动有人们说服川普尽量多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坐下来谈,官员说中共认为川普非常重视个人关系,一对一会议比美中官员的定期交流更可能有所突破报道。 提到情报界的报告显示川普使用iPhone致电朋友聊八卦,抱怨或征求他们看法,时中共的间谍都在听,报道指出川普的幕僚一再警告他用手机通话,并不安全,也告诉川普俄罗斯间谍经常借听电话。 虽然幕僚希望川普能更长,使用白宫内的电话但川普仍拒绝放弃使用手机,不具名的美国现任与前任官员说,美国相关机构注意到,中共与俄罗斯正在窃听总统的手机通话,并截取外国官员之间的对话。 美方官员表示,他们判定中共正试着利用从通话得知的内容,了解川普如何思考,哪些论点可能对他有效,以及他倾向听谁的意见,以防止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 这些官员指出中共透过游说以及间谍活动,列出经常与川普对话的人员名单,希望利用这些人影响川普。 根据纽时报道,名单中的人士包括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Steven Shortsman拉斯维加斯赌博业大亨维恩、Steve Wing报道写道,中共已找出这两人的朋友,以及其他川普经常对话的人,现在靠中国商人以及与北京维持联系的人士,向川普有人提出北京的论点。 这个策略是透过人们传递最终把北京观点传给川普这些官员补充说,川普的朋友很可能并未意识到,中共的策略黑石集团集团的发言人Anderson Christine Anderson拒绝评论中共是否企图影响苏世民。 但表示苏世民乐以英美中领导人的要求,在两国之间某些关键问题上担任调停者,维恩的律师伍德·L.Lindwood为评论此事。 对大人们就是好了。 对大人们是因为 hed灯,当然非常稳定无限啊。 因为その频道君和派人十二什么顶��� 因为我们那天知了协议中心的一定要够迷 falling。 还是未多不同,还能虽然地在市场áis山拿出来 они这么快就会继续讲法的记者。 そして希望时北京距离德·国只学那么幸福力, ishment伍中国是最伍弘的iern奇述精俳交通的连국性。 好。 因为 Unters了興越非斯宜迅的会发言到新after each希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